其實這個冰冰演戲 也演好久了 你有看過環珠格格嗎 有 子薇 你真的是老靈魂 什麼劇有難逃過你的眼睛 因為我基本上很喜歡看劇 就是你是鳳鵝 我是沙 好了 自己Cue回來 對 因為我其實有看到那個 像趙薇也有演環珠格格 但是趙薇就有點 不太敢看過去的自己 那時候他好像演一個丫鬟對不對 對 就是很俏皮可愛 可是他現在看過去 就會覺得就是有一點就是 很害羞 爺犯 爺犯 不過因為范冰也是演出環珠格格 讓大家印象深刻 然後後來又演了這麼多戲 我們來看一下 他跟這個金馬的相關新聞 你也要是不管 今天回去我就把這個畜生給殺了 蓬頭垢面 套頭衣加上花圍巾 十足大省位 實在很難讓人第一眼就認出 她是范冰冰 去年我們霓芬明明說好當然是假的 你怎麼年輕招呼都不打就變卦了 這離婚真是不假 但當初離婚是假的 電影中范冰冰飾演的李雪蓮 不滿被丈夫假離婚 還罵作是潘金蓮 她決定為自己爭取清白 不辭辛苦 上訪告官 流出不讓我告狀 是怕我告不贏 你們不讓我告狀 是讓我繼續含暈 為了演活農村婦女的角色 范冰冰不惜打破既有美艷形象 半途還得改說謊言 其實說謊言這件事情 是在開機的前一天才通知的 幫我跟大鵬交到了導演房間 然後就說明天你們說謊言吧 說什麼謊言 明天就開機了開玩笑 然後當天晚上劇組就找到這個 我住的這個酒店裡面的一個經理 是個女孩 讓她把所有的對白都幫我錄了 變成了霧遠話 然後我就開始每天聽錄音 一句一句學一句一句學 每天學每天學 首次嘗試如此大反差的角色 讓電影在上映前就引發不少討論 現在很緊張 很激動 有一種美夢成真的感覺 特別感謝導演馮小剛 帶給她的好運氣 新片《我不是潘金蓮》 讓范冰冰再度突破螢幕形象 證明演技 長得漂亮的人挺多的 大家都可以靠臉吃飯 為什麼沒有人成為范冰冰 沒有人可以不老而活 沒有人可以不經過努力 沒有人可以不經過成長 經過疼痛就收穫所有 小姐 你不能被我阿哥的幾句話 只有感動了 有的事情可以放棄 有的事情不能放棄 小燕子搶佔了你的地位 搶了你的爹 是那個姦太剩了 當年入行范冰冰才16歲 因為在片場被前輩劉雪華向眾推薦 演出窮妖劇《環珠格格》 雖然只是林心如身邊的小丫鬟 但隨著戲劇大紅大紫 范冰冰也快速竄紅 我來北京拍的第一個戲 但是沒有意識到這部戲會改變我什麼 會有那個 會有那個預感嗎 沒有 完全的沒有任何的感覺 就只是很興奮 是我有戲拍了 有人找我了 就有很多人就叫你的名字 不知道你叫什麼 但他們知道你叫金索 當年的小金索帶點嬰兒肥 配角的台詞並不多 但不管有沒有台詞 范冰冰的表情依舊生動到位 展現對演戲的企圖心 如果不是那個開始功夫 剛才上一出讓了他 屬下留情 屬不定 他上去給打趴下了 從電視劇開始走紅 范冰冰接著還跨足電影 不忍走啊 搗亂了不是 家裡還得了嗎 就是不讓你走 哪人看見 那你怎麼呢 哪人認出來 哪人認出來 2003年馮小剛的電影 手機范冰冰和葛優演對手戲 拿下第27屆大眾電影百花獎 奠定他影視雙七的一姐地位 更與女星徐靖蕾 周迅 趙薇 張子儀和李冰冰 並稱大陸的四彈雙兵 而且因為性格直率 霸氣外露 還有個範爺的封號 他不怕被外界貼上花瓶標籤 反倒展現高EQ 說自己即便是花瓶 也是個名貴的花瓶 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放的 就是這番自信 專注 讓她的演技越來越純熟 令人驚艷 我上了你的身 我借用了你的身體 我想跟君初說出話 想碰碰他 怕他最理想 2007年驚悚電影《行中有鬼》 范冰冰飾演美麗的電台播音員 曼莉 巧妙詮釋出人與鬼的情感拉鋸 展現既深情又駭人的鬼魅性格 堪稱是最搶戲的女鬼 此片一舉拿下 第44屆金馬最佳女配角獎 但真正讓演藝聲勢推上巔峰 徹底擺脫丫鬟精索形象 是演出《妩媚娘傳奇》 眼神狐媚又霸氣十足 在劇中眾多女星徵容 范冰冰靠著強大氣場 扛起女衣角色 不但在大陸掀起狂潮 收視創下近年新高 網路播放次數更突破百億 在戲中更與男星里程結緣 慢慢譜出戀曲 吳哥哥 如你所言 今夜你我再甘露點相遇 絕非偶然 你聽我的話 趕快離開長安 離開這個皇宮好不好 我離開 那你呢 愛情事業兩得意 從《環中哥哥》裡的小丫鬟 到傳奇舞则天 再從演員晉升為製作人 自己開公司製作戲劇 更曾進軍好萊塢 和修傑克曼合拍X戰型 成了片中唯一的華人女星 范冰冰的巨大成功 已經連續三年登上 副比式中國名人榜榜首 如今和導演馮小剛 再度聯手拍新片 《我不是潘金蓮》 村富的樸實角色 更讓范冰冰徹底跳脫外貌評價 以身後演技贏得讚賞 在突然明星期外 そして在本市場上